时也命也 美军从中东撤出的战略布局炮汤 中国又笑到了最后 关注中美战略竞争的态势 无法忽视一个极为重要的影响因素 那就是美国在911之后发动的反恐战争 这被认为给了中国20年的战略发展机遇期 直到特朗普上任以后 美国开始将注意力从反恐转向中国 并且对中国发动了贸易战 随后拜登政府又推动对华芯片战争和去风险 而美军这些年 也一直在慢慢地调整其军事部署 要将更多的军事资源优先集中于印太地区 从阿富汗撤军之后 美国也从中东不断地撤出军事资源 但是随后爆发的俄乌冲突 给了美军全球战略布局的调整当头一把 开始大规模地消耗美军的资源 现在中东局势的持续恶化 又给了美军致命一击 随着哈马斯对以色列展开的袭击 美军在红海与胡塞武装的冲突加剧 伊朗支持下的代理人正让美军位于中东的基地 面临四处起火的危局 美国政客新闻网报道称 随着加沙 伊拉克 伊朗 巴西坦 红海 以及和黎巴嫩接壤的以色列 以珍珠党之间的暴力升级 美国已经慢慢开始将资源转移回中东 五角大陆估计 重建其在中东的存在将花费超过10亿美元 美军已向该地区派遣了航母战斗群和1200名士兵 美国国务院和白宫向以色列派遣顾问 美国情报机构在伊拉克 俱利亚等国 加强了情报收集工作 以监视伊朗代理人的动向和计划 但是这些努力还是远远不够的 至2023年10月中旬以来 中东美军遭到了150多次袭击 其驻约旦的军事基地 还遭到了一架大型无人机的打击 从而造成了30多人的死伤 而拜登政府誓言要发动有限的报复 这一切都意味着 美国花了十几年时间从中东撤出军事资源 并将其重点转移到印太对付中国的计划 被破坏了 首先美国情报部门正在迅速将注意力 转移向监控哈马斯和整个中东 竭尽全力筛选和研究各种团体 所构成的潜在威胁 特别是那些由伊朗支持的代理人 美国高重得出的言论是 华盛顿对中东的非优先考虑 特别是对伊朗的外交失败 使美国变得更加脆弱 其次沙特和伊朗和解之后 美国不得不面对伊朗代理人 拥有更多军事资源的现实 以伊朗代理人之间的斗争 既不属于大国竞争 也不属于反恐战争 更像是伊朗在持续报复 苏莱曼尼被杀事件 以及对美国退出伊核协议的报复 美国在中东的外交战略 面临着更加迫切地解决与伊朗关系的问题 但是在加沙战争持续的条件下 美国又不得不全力支持以色列 因此而无法与伊朗进一步缓和关系 这几乎就是一个死结 第三 美国持续投入反恐作战 或者增加在中东的军事存在 又将导致美军面临措施 以中国展开军事科技竞争的能力 美国国家反恐中心的主任克里斯蒂 阿比扎伊德说 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 激起了全球各种各样的恐怖主义对手 美国应该继续投资于反恐 以挫败未来的袭击 但是美国已经为 以中国展开大国竞争调整了部署 一直从中东撤出军事力量 再想回头也很难 道理很简单 增加在中东的军事部署 意味着美军要花更多的资源 用于治安战 这种能力在对付中国时毫无用处 在过去的时间中 美国中央情报局关闭了 训练叙利亚自由军的计划 从吉拉克撤回了数千名士兵 美军完全撤出阿富汗 华盛顿停止支持沙特领导的野门行动 由于投入的资源不足 在哈马斯袭击发生后的几个小时内 华盛顿的官员都不确定到底发生了什么 现在美国面对情况与当年911事件有点像 似乎一夜之间又要面临反恐和反美问题 中东又回到了对抗的核心位置 相比于伊拉克战争之后 以伊斯兰国的战争 美国实质上又在以伊朗的代理人进行战斗 而这种冲突在美国与伊朗实现和解之前 是难以缓解的 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是 基于以色列在加沙进行战争 由于美国对以色列的偏袒 中东国家的民间反美力量正在集结 这将给美国在未来几十年带来持续的反恐挑战 美国众议院常设情报委员会最高民主党议员 吉姆·西姆斯表示 必须权衡重新确定中东 俄罗斯与中国的优先秩序 这就带来一个思考 美国的战略资源开始被拉回中东 对中国有何影响呢 拜登政府被迫在中美关系 台湾问题上对中国采取缓兵之计 而中国由于要优先发展国力 也将选择以美国保持战略沟通 双边的关系将在未来几年内 有机会保持相对稳定 有时候一个国家的国运变化 也是时也运也 美国人被拉回中东 看来就是时运不济 我们一定要抓住 未来几年的发展机会 因为这个机会比较难得